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的工作人員 可以把獎項拿下來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因為 前一屆有拿到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比較輕鬆 然後來看看好朋友 然後跟整個劇組一起 那老公也有給你加油嗎 有 加油 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基典又以不夠善良的我們 再度入圍 而曾經獲得台北電影獎 影帝的柯正東 憑藉著精確的情感掌握 與肢體表現 也獲得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男配角獎的入圍肯定 歡迎美麗的徐瑋寧 還有帥氣的柯正東 請教授 瑋寧姐又見面了 妳真的很百變耶 這一次在戲裡 背部全裸頭髮剪超短 然後那一場對著正東告白的戲 真的是讓每一個人看到 都為妳覺得好心疼 在那過程中妳的情緒 是怎麼樣轉換得這麼好的呢 其實我們在拍那場戲的時候 我覺得蠻幸運的是 導演都很珍惜 我們的當下給予的情感 然後包括凱凱也是 我們其實在現場 幾乎沒有什麼準備 我們其實只要 我啦 我其實因為是有裸備的 所以其實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然後各個角度拍 基本上導演的需求 我們都是一兩次 兩個take 情感到了就OK了 就是對手演員之間眼神的交流 非常的重要 對 對 震動 那你已經見過了這麼多的大場面 現在會緊張嗎 我其實還好 我比較緊張頒獎 頒獎會比較緊張 那我也很好奇喔 我知道這一部劇呢 是你第一部的電視劇嘛 那你之前也當過電影導演 那現在拍過電視劇之後 之後會想當電視劇的導演嗎 其實有在考慮 但還是要看劇本 因為我覺得當電視劇導演 是一個不同的 跟說故事的方法不太一樣 是是是 但還是就是 其實滿有興趣 只是我覺得會是一個 滿難的考驗 真的真的 那也非常期待 你能來來電視劇的劇本跟電影 好 謝謝 是 只知道其實韋寧姐 因為你其實去年 以她和她的她 就拿下來這個 迷你劇劇電視電影的女主角獎 這一次再度入圍 你的心情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的工作人員 可以把獎項拿下來 對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因為 前一屆有拿到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比較輕鬆 然後來看看好朋友 然後跟整個劇組一起 那老公也有給你加油嗎 有 有 加油 祝福兩位